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房市啊跟股市啊 虽然都会存在一种不确定性 跟不稳定的感觉 但是建商们好像对于这个市场 还是蛮看好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有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建商挑战推案新记录 房市黑天鹅有机会形成 专家表示变数并非不存在 农历七月适逢传统房市淡季 专家回顾房市上半年风光度过 下半年应该要居安思维 专家分析 目前政府审慎观察房市热矿 以针对新清安第二屋做出调控 但效果都尚未发酵 在六月沸沸扬扬地提出 多项打房消息之际 反映在销售案场实况 却仍是平均周来客三十多组 平均周成交也有四组的牛市 买气毫不受影响 要是人得等到 九月的央行会议才会有行动 便有望顺风顺水走完第三季 专家提到建商打铁趁热 已预告下半年进场大案 包括了台北市南港区的千亿元 案量都更案 以及文山区的七百多亿元指标案 还有两个新北市中和区三百亿元的大案 北台湾又加上四个破百亿元案 和数个超过五十亿元的新案 另计其他新案不需太用力 只要达标五千四百亿元 约上半年的七成 加总起来全年级挑战成功 史上最高的记录 也就是2020年推案量达1.3兆元的北台湾新记录 不过专家也说 区域新案稀缺 推升买器与房价 高价循环生生不息 但这等由资金充沛低门槛购屋 易于转手获利 持有成本低 服以没有更好的资产保值标的 创造出惊人买器 带动建商推案的态势 究竟能稍多久走多远呢 专家认为 房市热潮让银行放贷金额 节节攀高 日前传出不少银行来到满水位 央行六月又调升 纯准率已有银行在房贷业务上 难以再宽松与积极 提高房贷难度 亦有机会形成黑天鹅之一 那专家提醒 民众一方面得留意 新清安的检视 是否只为第一步 接下来的央行里监市会议 是否一反 六月的温和态度 豪宅标准下修 严审建商资金 严查信贷在房贷上的使用等 先前传出打房方向 其实皆有一定力道 或许央行不是不做 时机未到 此外美国大选干扰 全球资金走向 台股近期已见起伏 欧矿持续不一定安稳 有其几率打乱资金 汇聚房市脚步 今年房市究竟是画下完美据点 还是杀出陈咬金呢 虎头蛇尾急转直下 变数并非不存在 现在看起来啊 北台湾感觉这个案量是很充沛的 很充足的 可是现在股市不好 还是他这个也不是要给一般人买的 他这就是在等待我们那3000亿 并且不止3000亿的资金进入了 这个会是一部分了 我们先讲了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 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优富方案的个案 那也因为这个新清安在中股市场 乘务市场的热络 然后推导到了这个预售市场 预售市场也去切产品了 就切瓶数切切 切到一个总加带 那很多该上车的也上车了 那现在的房价 建商自己也知道 那稍微涨的 已经可能有些人下手就慢了 他必须要搭配更优惠的优富方案 甚至他的这个工程期 要稍微再拉长一点点 才会有人买 有些人觉得奇怪 我要住房子 为什么拉长一点 不是拉长一点才够让你分期 你比较好入手 那有些人就会买了 那我工程期短一点点 这个价格你就不会进来了 一开始你要准备的自卫款 你可能就不会进来了 那我觉得建商其实都知道 所以他预计在规划的一些新案 其实讲实在话 有没有再把刚刚讲的资金盘 这些纳入考量 绝对有的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没有办法针对多数的 首购跟自助客了 那可能就要针对一些 是比较收入稍微好一点点的 甚至我们讲的资金盘的部分了 所以其实现在会有的状况 原本建商就已经有先预料到 客户层他已经有稍微的转变了 所以不会是多数的首购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了 甚至也还会看到一些频数 稍微大一点点的出来 那刚好你遇到这段时间的股市震荡 那股市震荡的话 我们有讲过 那有些人可能 他这段时间有没有 他是台积电三四百的时候就买了 对不对 然后到现在从1080震荡到800多 最近又回到900 这样子你对他来讲 无所谓 是不是 他就是有部分的获利 因为他已经翻了两倍三倍了 那他有部分的获利拿出来买房子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吗 对不对 在我们上一则新闻有讲到 那这些科技业的人士 薪资有变吗 没有变 所以这些产品出来会不会有人买 会 那针对的是哪些客户层 就是这些客户层 就中产以上了 所以其实只是原本 他们就先想到 这个价格有可能不是那么亲民了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 把自己的客户锁定在 刚刚我们上述讲的这一个族群当中 那这一个族群当中 受到股市影响 然后导致很穷的人 多还是少 可能就不多 说实在话 受股是影响到负债 要跑路的人多吗 不多 有没有受影响 有 但是这些应该都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 就比较正常 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情况 就是他今天 这样赔了要一百万 晚上还出去跟人家讲说 真的超衰的 赔了一百 那另外一个可能他同样是一百万 他可能已经 垂胸钝组 家里找不到人了 举家搬迁了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有就同样的金额 可是问题是对每个人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就说这些人有没有受影响 有受影响 可是跟他的总资产比起来 或是跟他的收入比起来 他可以承受这些 那这些人会不会在这段时间 之前讲过吗 这段时间就先把这个震荡的部分 先转移一下下 有没有可能有吗 他即使是这段时间不转移 那他薪资零零 那年终零零 他还是要买房 对没错 不是说他只会拿来买房 这我们讲过 但很有可能会 他就是评估过 他衡量过选择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这些案子出来 其实讲这话也是针对这个族群 那之前有讲过 这个就会变成就不像那么自助盘了 就比较偏炒作盘了 当然对于自助的首购小白 是不友善的 没有错 像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变数 其实本来就有变数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下半年就比较偏炒作市场 炒作市场 它本来就比较多变数 你觉得大家 建商有没有考虑进去 一定有 那更何况 在这个股市下修之前 那就已经第二户现代的 6加1度现代 其实就有一波小小震荡 建商其实大概也都已经 里面有底 会有这样的事情 也预期了 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结果他们预期完了以后 有评估过了以后 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那包含后面的市场 来的客户是怎么样 那他们也评估过 那个时候还并没有考虑到说 股市会这样大崩 就已经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了 那这一次只是加速 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而已 那它只要不要拉得很长期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警惕 那没有不好 所以整体来看 但我知道 有的人会觉得说 现在股市很震荡很惨 因为你可能在里面赔到钱了 很痛 你相信我 其实有些人他也有赔到钱 但是他没那么痛 也有些人在你赔钱的时候 他已经下车了 跑掉了 还有一种是 在你赔钱的时候 他大赚了一笔了 股市下跌不代表 每个人都赔钱 万一真的是在股市做空的人 他赚到钱了 但这个不会是多数 少数 也就是说 现在的状况 不是整个经济崩盘 很难会变成是 像我们之前期待的 跌价跌回十年前 这很难 没错 但是我们也不是要一味畅多 这一次的状况 帮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债 万一下跌了 你怎么办 万一交屋之后 你必须走路贷款 而且那个时候的市场不好卖 你怎么办 不想哭 对 哭没有用啊 那万一到了这个 宽限期要结束了 你要怎么办 你都先想好几个方案嘛 那你有这些方案的话 我觉得 因为长期看起来 方式上涨的红利 你应该是吃得到啦 我现在有点担心 我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想很少的人 就我没有想这么多 我就是非常乐观派的 就是永远往好的那一面看的人 那我就在想啊 如果真的是宽限期过后啊 我那利息如果突然大暴增怎么办 我没有预想到这个 因为我抓的就是很刚好 我锁住了房价 我也锁住了利息 对 这会有种害怕感 那有什么好害怕的 转针带 转针带当然是一个方式啊 那或是就赶快找个好老公啊 分摊啊 找分母 对啊 这不是也很简单吗 对不对 那再来是 也许在未来的房价 你这边算便宜啊 转售也是一条路啊 虽然说想不想是一回事的啊 但我说这个也是一条路嘛 是没错啦 那你真的再差一点点 因为讲实在话 你买房子 你刚好买到低点了嘛 不是最低点 算低点嘛 对不对 那你的那个 我之前讲过嘛 人家的安全线 你是安全 安全到爆 对啊 安全鸿沟嘛 那你那个安全鸿沟 还够啊 是没错啦 所以说那你这样子是不是 对你来讲 你的风险就比较低嘛 真的 最近就是开始在这个 股市的震荡里面 学习这个居安思维的能力 对啦 真的是要这样子啦 那这样会比较好啦 没错 这次的震荡还是一样啦 维持同样的想法啦 就是说会有影响啦 但是要看到房价的 大幅下跌 有难度啦 那量 我是觉得 量是稍微缩一点啦 那核心区 价格还涨啦 然后蛋壳区的推案 可能会先冷冻啦 会减少啦 对不对 可能还是比较有潜力的 一些蛋白区 还是有机会再推案啦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 防老吉 拜 拜拜